好 我们继续看这个TomKite 前面给大家介绍了TomKite就是一个web服务器是吧 那首先呢 我们知道它是web服务器以后 那我们呢 需要去从哪去下载到这个服务器呢 所以TomKite也是阿帕奇这个组织 就阿帕奇这个基金会 下面一个叫Jecta项目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指向 它是SAM公司呢 推荐运行Solate和JSP的一个容器 为什么叫容器呢 你看啊 我们前面画那个图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我们看这个图啊 是不是把我们写的程序放在TomKite里面啊 对啊 那相当于是这个TomKite就是一个装我们程序的一个容器啊 对 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容器吧 那为什么叫Solate容器呢 因为我们写的这个程序我们说就叫Solate程序 因为说Solate就是这个服务器端的程序的意思嘛 对吧 服务器端的程序 我们用Solate的编写 所以我们叫Solate程序 OK JSP也是一样的 OK JSP也是一个Solate 好 那它的代码呢也是完全公开 也就是说它是开源并且是什么免费的 开源免费你可以任意去下载是吧 好 那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阿帕奇的这个官方网址 对吧 官方网址啊 这它logo就是一个羽毛啊 我们来打开这个 我首先先打开了 叫3wApa奇连ORG 是吧 我们往下找 往下找 找到这个位置 这就是它所有的这个项目 项目列表 对不对 对 项目列表 那我们的根据这个手字母啊 来去看啊 开始按照A到Z手字母来编来去编排的吧 对 那我们就找到他们开的应该是T 是吧 看到没有 在这边是T 我们点击他们开的 它的最新版本应该是多少 8.0 8.0 我们从这看到了 是吧 8.0是最新版本 那你就可以点击8.0 然后再往下一点 你看这边就有它的下载的连接 是不是 有这个原代码级别的 对不对 你看code 有这个所有的文档 是不是 这是部署的 OK 扩展的 那你下载就下载这个圆码级别的就可以了 对吧 下载这个就可以了 那里面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不同的平台 你看你是32尾的还是64尾的吧 你下载不同的版本 然后呢也可以下载这个 这个是32或者是64的安装包是吧 这安装包64跟32都一样 这里都一样的 你可以下载你看 你看纸上这个连接 然后你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位置 你看它就有这个 这是EAE文件 对版本是8.0.21 是吧 是它新版本 那你下载压缩包也可以 是吧 对 好 那我呢 提前肯定先下载好了 对吧 因为下载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 好 我下载好了以后 下载好以后就是这个 我下载就是8.0.21 最新版本的64尾的 因为我的系统是64尾的 对吧 对 完成以后呢 你就可以解压 是吧 好 解压完了以后 就是我已经解压好了 对吧 解压好了 这个文件加这个目录 哎 就是打开进来 就是这样一个目录 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些命令 比如说运行这个程序的一些命令 知道吧 嗯 启动启动的一个一些一些程序 所以他们看着运行的时候呢 他也需要这个这个Java的运行环境 嗯 因为他是Java编写的 知道吧 所以他运行的时候需要有JDK 啊 或者是要有JIE 没有了吗 需要JIE他才能运行 好吧 嗯 那他怎么去找到这个JIE呢 你看啊 我们打开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叫这个TimeCat 是吧 嗯 这个一个运行的一个一个程序 对吧 运行程序 那实际上呢 你就在这儿啊 你看 未指定 就是未安装是吧 就指定程序 没有 没有安装 就是他运行的时候呢 是 你看 这是一散过就没了的吗 对 对吧 一散过就没了 那就是报错了 什么报错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什么 没有这个这个 呃 JIE 他找不到JIE是吧 找不到JDK在哪 所以他怎么找到这个JDK的呢 注意啊 他怎么找到这个JDK 诶 这边有一个叫STAR 啊 这个程序啊 你看 点一下他一闪 就是启动 是吧 这是启动 这个是可视化的 这是直接运行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需要配置一个 TimeCat里面定义的这个这个环境变量 嗯 环境变量 我们点击这个啊 高级 这个我的电脑啊 设置里面 高级系统设置 然后在这环境变量里面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这个变量叫什么呢 叫Java Java线Home 叫Java Home 嗯 知道吧 然后把你这个JDK所在的这个目录放过来 我JDK装哪了 你看 在这个 X86 下边我们看一下有没有Java 哎不是X86下边 我应该装的是直接是64伪的对吧 Java看到没有 嗯 JDK对吧 JDK 然后就指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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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K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嗯 指到这个目录下就可以了 他自动会自动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找到了 好吧 把这个目录复制下来 然后呢 在这个Java Home的变量值这里粘贴进去 明白了吗 哎 确定 确定 再确定 好 再回到这个并幕下 我们再双击一下 你看 可以 是不是可以啊 你看他就启动起来了 对不对 对 他就正常是启动 OK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Java Home Java Home来找这个JDK在哪 否则他无法运行是吧 无法运行 OK 好 我们看这个提示信息 这里面输出这么多这个提示信息 对吧 对 所以我们双击的时候是双击这个 叫做startup 对吧 startup BAT 这是P处理 然后这边我看到几个信息 看到几个信息 这个信息是2137多少毫秒 就是他启动服务器用了这么多个毫秒 2000多毫秒是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 这个我们看啊 有一个这个HTDPAPR8080是吧 看到没有8080这是什么呢 这是他默认的端口号 我们说每个服务器你访问的时候都需要有个端口号 对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默认的外服务器是80是吧 8080是吧 那他这个是8080 有他默认的这个端口号 这个可以改的 知道吧 可以改的啊 我们显示先用8080好吧 这是HTP的这个什么 这个端口号 是吧 叫8080 这两个信息大家应该要能看懂 是吧 要能看懂 OK 好 那这个这就叫服务器已经启动了是吧 服务器已经启动了啊 就是服务器已经起来了 然后我怎么样去 访问到这个服务器呢 你看啊 我们用HTDP这个协议 现在我访问我这个服务器了 对吧 因为我的本机就叫localhost 是吧 对 本机或者是打你的IP地址啊 都可以 你的IP地址 或者是这个localhost 或者是127.0.0.1 都代表这个本机的意思 对吧 冒号8080 知道吧 8080就是指的那些灯 好 我说80不用写 但是8080就要响 嗯 知道吧 80才是不用写 如果不写就是80 但是你这个不是80啊 嗯 对啊 它是8080啊 注意是冒号 OK 嗯 灰车 灰车 它就是开始等待这个什么连接了 哎 你看到没有 进来了 这就是进来了 打开了这个 他们开的8.0.0.1 这个页面是吧 嗯 打开这个页面就表示你的他们开的已经安装完成啊就没有问题了就表示没有问题了听懂了吗通过这个网页你就可以去访问表示JDK配置没有问题他们开的也没有问题嗯好不好好这是打开这个网页啊打开这个网页好我们有了这个他们开的以后你关闭很简单关闭就Ctrl C啊点击这个窗口C 就关闭很简单关闭就关闭就关了嗯知道了吧那窗口就自动关掉了啊有了这个这个他们开的服务器以后你看啊现在我们要写程序是吧嗯我们写个外部程序对不对那写外部程序呢之前之前我们这个用的工具是什么是Java里面的Eglipses是吧嗯加里面Eglipses 所以这个Eglipses只能用来开发Java程序嗯加里面它开发不了这个外部程序嗯啊外部程序那如果你要开发这个外部程序Solid的话你还需要到这个哪一个Eglipses这个网站上去下载点击下载啊下载什么呢下载这个Eglipses IDE for什么for这个JavaEE这个版本没有了啊 forJavaEE下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就可以开发什么开发我们的外部程序了嗯知道吧你看外部JavaEE and Viber applications是吧嗯外部的应用程序你就下载32位或者是64位对吧32位或者64位然后这边是选择你不同的这个平台是吧嗯选择不同的平台然后就下载就可以了OK好这个版本应该是什么版本呢我们点击一下啊嗯我点击一下这个是最新的版本应该 应该是你看我下载这个64位的话最新的版本我们看这里看这下面看这看这是吧应该是这个叫JEE叫什么叫LUNAR SR2是吧嗯SR2这个版本对不对是最新的版本那我这边呢也下载了一个最新的这个版本下下来就是在这看到没有JEE LUNAR SR2这个版本对吧嗯然后你把它解压一下解压一下就成这个 你看看JEE这个版本JEE这个版本JEE这个版本JEE就是JavaEE的意思嗯听懂了吧JavaEEOK我们打开这个以后你看进来它也是一个Eclipse吧嗯我们就双击双击我们就可以这个打开我们这个Eclipse的这个跟Eclipse一样是吧好然后我选择这个程序选择什么呢选择我之前开发的那个工作空间之前我们开发那个工作空间是不是在在这个位置啊是在这个位置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边在C盘下边我是放到了这个用户然后这个应该是哪里啊应该是我这个Vins下面的这个叫WorkspaceJava这我们之前写的程序看到没有嗯哎我就把这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作为我现在的工作目录可以吧就我写的程序也放这好吧就放在一起了好放在一起的话呢我这边就选择你看你可以选择啊摸在里面下你就选择User下面的这个WorkspaceJava就可以 在这网站就选择就可以了OK嗯那我这次已经选过了啊你就OK打开打开他就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什么呃这个地方我可以关掉了啊可以关掉了嗯我就你看一下啊我们这边他就需要这个哎他就打开了我们这个Eclipse的这个这一亿这个版本对吧哎这一版本他默认的情况下你看这边选择了还是Java对不对选择还是Java这个工作空间从哪看从来呢从这边你看到没有嗯 哦这边会有个Java表示我现在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工具工具的这个这个这个界面是开发Java的这个界面嗯是吧那如果你要开发EE的界面怎么办呢哎你就在这看到没有点这个框嗯然后在这边选择这个JavaE看到没有选择JavaE以后你看这边就会出来一个JavaE看到没有他就会选中这个哎选中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开发EE的程序了嗯所以外国程序也叫JavaE E程序是吧嗯再把E程序OK这一步我们就啊就打完了现在还有一个步骤还有一个步骤是什么步骤呢就是我们想在这个工具里面去呃我们写程序是吧嗯写完成序以后我是不是要把程序打包放到哪里去啊打包要把它放到就像这里放到这个他们开的服务器里面去对是吧哎那如果我通过这个工具直接可以把程序 打包到那个tomcat里面去是不是更方便了对了所以说这个工具跟那个tomcat之间又要建立一种什么一种关系是吧嗯建立一种联系我就把它配置好这样的话呢我这个程序写好以后我一运行就直接跑到那个tomcat的下面去了嗯对不对对是这么非要方便吗好那怎么办呢我们下一步操作就是用EclipseE啊这个JavaE这个版本用来绑定tomcat是吧绑定tomcat是吧绑定tomcat的 怎么绑定呢我们点击这个window然后perference属性是吧嗯属性然后呢在这边我们选择sower看到没有服务器选择sower把它打开这边啊展开然后我们在这儿这边有一个叫做long time叫invainment是吧嗯就是运行环境的意思对不对对运行环境我们点击它运行环境选谁呢我们选择啊这边添加一个服务器的运行环境实际上就选择你这个tomcat的目录就可以了 OK我点击添加你看你要添加哪个版本呢你看哪个版本我是不是tomcat8啊对tomcat8你选tomcat8就可以了然后下一步OK然后tomcat安装目录是吧嗯安装目录你就选一下这个blowser我们选择这个tomcat所在的目录我刚才放在哪里啊我应该放在那个下载那个那个地方对不对对放下载那个地方我就把它放到了这个呃wins是哪个地方来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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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里边我不知道我的下载目录在哪里 这儿这儿是吧 下载这个目录 然后呢 我点击这个tools 我发现那里比较难找 然后你选择你的tomkite8 是吧 OK 选择你根目录就行了 选择你的根目录 然后就是什么叫根目录呢 就是这个目录下面就是bin这些目录 是吧 OK 选择以后我们点击确定 确定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tomkite的目录就怎么样 是不是就选择好了 对 就选择好了 然后这个JRE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这个运行环境什么 运行环境这个呢 他说使用这个默认的JRE是吧 你最好呢 你可以选择一下你绑定的这个JDK 是不是 你把它选择你自己绑定这个安装这个JDK 明白了吗 选择这个好 完事 OK 是不是这样 我这个就生成完了是吧 然后再OK 再OK 好 现在呢 我这个tomkite跟我的这个什么 跟我的这个Eglips就已经怎么样 绑定了 就已经绑定好了 是吧 那现在呢 我们可能需要写一个小程序来测试一下 是吧 来测试一下 这个过程可能啊 说万事开头难 你看 搞了这么一圈 你才把环境给怎么样 刚配好 就刚配好 是吧 现在我们要写一个这个 你看啊 我们这边 要写一个小程序 来去试验一下 是吧 来去试验一下 你看啊 我们要写程序的话 就要使用到这个Sovlet了 是吧 我们先介绍一下Sovlet的这个基本概念啊 说Sovlet是一种独立于平台和协议的服务器端的这个交易程序 对吧 独立于这个平台和协议 那么可以生成动态的外部页面 是吧 Sovlet是位于这个外部服务器内部服务器端的交易程序 也就是说我们要写一个Sovlet让它运行在我们的tomkite里面去 对吧 那么与传统的命令行启动方式不同 Sovlet由外部服务器进行加载 该外部服务器 比如说tomkite 是吧 必须包含支持Sovlet的加瓦虚拟机 也就是说这里说的意思就是Sovlet是一个程序 它不能自己启动 嗯 它需要用tomkite来加载它 它才能启动 是这个意思吧 不像我们普通的程序呢 就写一个man方法 哈 右击运行就可以运行了 对吧 可以跑起来 Sovlet不一样 对吧 好 Sovlet没有man方法 它受控于另一个加瓦应用程序 什么叫受控于另一个加载程序呢 就是这个加载程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tomkite 嗯 是吧 受控于它 这个tomkite呢 成为Sovlet的容器 tomkite就是这样一个容器 对吧 你看我们这个这个图形啊 比如说ATV请求很多请求过来 对吧 请求谁呢 请求外部服务器 那外部服务器里面 再通过ATV的引擎 然后分配给不同的Sovlet的线程 是吧 Sovlet的容器 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意思啊 呃 实际上这个说的还是比较官方 但是我需要你明白的一句话就是 现在我们要开发外部程序 我们要使用Sovlet去开发外部程序 嗯 是吧 那么外部Sovlet是依赖于什么 依赖于tomkite才能运行起来 是吧 好 下面我们才正式来去写这个例子啊 看到 写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边点击这个按钮 或者点File也可以是吧 新建是吧 新建都行啊 这边新建一个什么呢 动态的外部Project 表示我要新建一个动态的外部页面 什么叫动态啊 动态相反就是什么 静态是吧 对啊 呃 实际上这里面有个区别 大家不要认为动态就是 你看到那个图片在动就叫动态 那是那叫动态那叫图片动态是吧 对咱们说的动态程序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那些数据来源于什么服务器 来源于后台税库 啊 后台税库这个数据呢 每个人访问可能不一样 你登录以后你看到的数据跟我登录看到数据 大家是不一样的 嗯 这叫动态是吧 嗯 那么静态就指的是大家登录进去看到都是一样的 这叫静态 所以我们新建的是用动态外部程序是吧 嗯 我们点击这个 然后我们看啊 然后我们看 在这边我们就写一个我们的这个 呃 哈喽 程序是吧 嗯 哈喽什么 Solverlet 哈喽Solverlet 这个这个工程名称 然后呢 我们的运行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这个他们看的8是吧 嗯 我们刚才配置好的 所以啊 你一定要配置好啊 配置好以后这里可以 然后呢 动态外部的这个模型 我们选择什么呢 这边最大是3.1是吗 3.1 哎 我们先写一个2.4的 就写选中间吧 好吧 就选中间比较主流一点啊 这是新的呢 他是用注解的方式去去 就说呃 3.0以后 他是用注解 就不需要配置文件了 2.4是有配置文件的 是吧 我们还是用配置文件的方式 好吧 我们选择2.4 这是他的外版的版本 好吧 嗯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不用选了 这个configuration 这个就不用选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既把名字写好 是吧 然后呢 选择一个这个运行的服务器 我们的外服务器 然后这里面我们选择2.4啊 一定要选择2.4啊 你选择3.1的话 写法是不一样的 好吧 好吧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是吧 然后再下一步 然后再下一步 完成了是吧 对 不能再点了 好 这个目录就是我们的这个 说这是一一对应的 就是他对应的是他 嗯 明白了吗 webcontent呢 就是对应的是hello so late 就他俩目录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啊 一对应的关系 好 最后我们点完成 嗯 点完成 好 这样的话呢 你看我们的这个hello so late 这个程序就怎么样 是不是就建好了 对 建好了 你看 建好了这个程序以后 打开这个程序的时候 他的这个目录结构 跟我们之前写这个程序的目录结构 是不一样的 对吧 嗯 你看是不是不一样啊 是不是不一样 他这边有这个像这个部署的描述 这些你先不用管 然后这个地方是写java原代码的 javaresource 就是写我们的java程序的 嗯 知道吧 这是java script的相应的这个包 OK 然后呢 这个vivecontent呢 是我们写相应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页面用的 写页面 比如说你要写一个网页 是吧 网页的话有html格式的 有jsp格式的 嗯 对吧 好 这边是写页面 这边是写java程序的 对吧 对 OK 我们要运行起来呢 这边我们就先兴建啊 在这个vivecontent下面 我们先右击 右击一下 所以在这儿啊 这个目标下右击新建一个什么 我们就新建一个jsp 好吧 可以新建一个jsp文件啊 jsp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index.jsp 最正面一定写上index.jsp 好吧 嗯 我们叫index.jsp 等一下 是可以写上别人吗 也可以 但是大家先最好是写成这个啊 等一下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好吧 index表示索引的意思是吧 索引页 好 下一步 然后完成 下一步以后啊 点完成 好 这个页面 我们就给他怎么样 给他建好了对吧 给他新建好了 然后新建好了 我看一下这两个地方有编码 三个地方有编码的吧 有编码问题 就是说这是ISO8859-1这个编码 是吧 所以他们看的的默认编码 就是ISO85-1 还记得这个编码吗